日赛乡公所今天上午举行第29届调节委员受赠 由庄文贵担任调节委员主席 由于这届分别有两位新生力军加入 因此受赠结束后 也特别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调节业务宣导 温故行职提供地方优质的服务 简单的受赠仪式结束后 日赛乡调节委员会也召开业务宣导 公所秘书与业务承办课长全程参与 由于这一届分别有两位新生力军的加入 因此自身调节委员们也特别传授并分享调节经验 菜鸟们也虚心受教 调节委员里面的这个工作内容 还有处理的方式 这是我秉着我过去写习的方针 来在这边再多一层写习 由于乡镇市调节委员会条例 具有法律效力 为了渡习争端避免乡亲民众送磊 委员会成员也建议乡公所能够加强宣导 广为周知 维护民众权益也为地方排解争端 而且调节委员会做成了调节 自动反应的判决 对日后是否要强势执行 或是事后是不是会再翻盘 都没有机会了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保障 毕竟乡下还是有很多弱势的 所以我们调节委员会也要伸张一下公平正义 其实以前早期的时候我们有开村民大会 那时候调节业务刚刚推广的时候 每一场的村民大会都有做宣导 对没错 都有做宣导 对我们现在很久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文献的一个推广 那其实我们那个分资所那边跑马灯 我们就可以去 有拍资所那边跑马灯 旧分的话可以到相公所调节委员 日子江调节委员会九位成员 除了两位信任委员 其他成员平均都有两任八年以上的服务经验 调解排解纠纷经验老到且具专业度 而拥有超过20年调解自立的主席庄文贵 对于这一届新旧成员也给予其免鼓励 共同服务地方 我们今天能够当上调节委员 也是一个荣幸 也是一个资质存在 一个承担 因为你当一个委员 绝对要经过 相公的报上去 要经过上面的法官的认定 这等于说 刚才我们的科长讲的 身家调查一样 所以说大家都是一个相让千白的 那个当委员也是一个荣幸 一个资质 所以大家无私无我的 为乡民 把他一个减轻的诉讼 根据调解委员会的统计 每年平均受理20件不等的调解案件 多数以车祸土地纠纷案件为主 透过调解委员调解机制 劝导当事人双方互相让步 终止争执 吞目相情 建构祥和优良的社会风气 记者是预兰瑞瑞瑞采访报导 所以这个节目是预兰瑞磯重的